你最自在的 状态是什么呢 比如说在关系里面 我原来对这个爱情的理解 然后是飘离的关系 就是那个哈斯嘉和伯瑞德 然后对 就是可以就是携手去闯封锁线这样的 因为我觉得说 两个人他真的生活在一起 那他肯定不可能就是 仅仅的是谈情说爱 对吧 然后两个人真的生活在一起 那其实是两个人你要去共同面对很多困难 然后去携手去解决很多问题 就像两个人合力去盖一个房子 对 然后就必须是说你搭一砖我搭一碗 你如果说有一个人是在那儿就是添砖的 然后另外一个人呢 就是在旁边就扮演这个监工 然后或者说 就等着那个坐享其成 那这关系是肯定常有不了的 那就是说两个人的配合协作对你来讲 对 然后到现在呢 我就觉得说 可能这要求更难了 有改变吗 不是 可能这要求更难了 然后可能就会觉得说 就像两个小孩一样 也能够更真实一些 对 就像可能就会觉得就像两个小孩一样就挺好 对 就基本上就是有个伴儿 就说老话 就是说 第一你觉得这人不孤单 对吧 你就是觉得说 你不是一个人在面对 对 遇到事情 然后有一个发展性的人 谢谢 还有小茶 谢谢 尝尝看 谢谢 他们家的东西特别迷你 所以对女生来讲 一定特别喜欢 特别精致 我也喜欢绘画 这是杭州式画 对 就以前一到这个南方呢 就觉得这个从气味上 就和北方不一样 您在什么状态下觉得自己最自在啊 您刚才问我了 所以我再问一下您 我觉得现在大部分时间还是比较自在的 这么多年都是自己喜欢做料理 所以我觉得跟自己在一起的时间 其实是非常宝贵的 比如说像这样见一个朋友 然后聊什么都可以聊 嗯 然后也不会说啊 接下来我敢下一个场啊 就这样的一种感觉 我觉得就挺自在的 我其实还挺羡慕您这种状态的 因为已经完全可以就是不为别人而活 只为自己而活了 嗯 你没那么高境界了 我觉得是 就是当真正可以跟自己在一起的时候 其实这时候你会发现 跟别人在一起也不会有那么大的 就是那种好像束缚啊 不自在啊 不像以前那样就觉得不自由啊 或者怎么样 这种感觉反而越来越减少 我不知道你对两人的关系 这种怎么说呢 我不太知道您的状态啊 就是之前的关系从那里出来 然后你觉得现在自己是最好的一种状态呢 或者说你希望自己能够去到一个 更理想的一种状态呢 我觉得我之前的选择 嗯 就是说不是说要从什么关系里出来 我之前的选择是在 坏和最坏之间选择 有这样的选择啊 对我之前的选择是在坏和最坏之间 然后你做了什么选择呢 那宁可选择坏啊 在坏里面稍微好一点的 就是总比最坏强啊 对就我只是在 糟和更糟坏和最坏之间 那也就是说接下来你所有的选择 都会比这些好一些 如果做选择 因为当时我对自己所处的状态 然后我的一个认知 就是包括我跟朋友之间的交流 然后我是这么讲的 就是说 我说呢把之前的关系延续下去呢 那我就掉到坑里去了 嗯 那我现在不延续呢 我好歹是在路上走 嗯 虽然在路上走也很累啊 但是总比掉到坑里墙 嗯 所以呢我就选择在路上走 是这样的 走了这段时间 你觉得如果 再遇到像以前那个状态 或者让你倒带吧 去到那个状态 你还会像以前那样的感受和处理 或者去经历吗 或者会有什么不同吗 但是人生没有假如呀 但是人生是不可以倒带的呀 嗯 那我如果说 真的说这个事是能倒带的 嗯 那我肯定不选择了 是吧 当然了啊 如果人生是真的能倒带的话 那我肯定不选择了 嗯 嗯 是 好像这也是一个非常圆满的回答啊 不是 这个是一个很实诚的回答 但是 在我现在看了啊 以前我可能觉得 嗯 这段选择 如果是早知道这样的话 我干嘛要选择这个呢 我有时候会有一个问题 嗯 就是我会觉得说这个 男性在做选择的时候 到底是这个 现实的成分更多一些呢 还是说感觉的这个 成分更多一些呢 哦 这个 很难以改了啊 在我的感觉里面 肯定是感觉会多一些 但是不见得每一个男人都是这样 嗯 对 那有一些可能 比较理性的话 他可能会比较现实一些 嗯 那现实也没有没有错啊 嗯 在我周围至少经常能听到说 他理性的选择 比如说女方 理性的选择一个 很有感觉的男性 跟一个 他看起来应该可以很好过日子的男性 他最后果断地选择了这个很好过日子的男性 然后 他的生活就很稳定啊 这个 感觉 这个被人当作是不会过日子的人 被当作被误会了好多次 嗯 其实 我觉得 如果要谈到过日子的话 如果只是按照常规的流程这样去做 叫做会过日子的话 嗯 可能我想我们都不算是 我 至少我自己觉得啊 嗯 不算是个会过日子的人 嗯 对 但是 至少我现在在跟大家分享怎么过日子 嗯 我觉得这个这个事情也是挺神奇的啊 是 对 是吧 嗯 嗯 所以我觉得到了现在特别享受 就是 大家有过一些经历 然后在过去的经历 大家在一边分享的时候 其实就等于你体验很多的 这种人生经历嘛 嗯 我就觉得很有意思啊 嗯 因为你不可能体验那么多人的经历 但至少如果对方是 有一些经历的 而自己又是没有体验过的 那互相做一种 重合跟分享的时候 它会爆发很多 就是 虽然不是你亲身去体验 但是我相信我们的感受力 可能比年轻的时候会更多一些 更丰富一些 嗯 那这种感觉其实是蛮有趣的 可以在达米上同样吃这个东西 喝这个茶 不会单纯的啊 好解渴啊 对 它会有很多 因为你也喝过不同的茶 我也喝过不同的茶 可能我们在喝茶上面会有一些不同 但也有一些共同的东西 所以既有那种 啊对对对我也是这样的 还有一些 哦原来是这样的 不 我觉得这是因为您是个细心的人 嗯 当然每个人不一样了 但我相信 每个人在自己的这个层面 还是会有地震的 啊 还是会有地震的 嗯 就是在生活的里面 慢慢积累起来的这种酸甜苦辣 所有的这些经历 我觉得慢慢的到了现在这个时候 我觉得是拿出来 就像茶发酵了很长一段时间以后 可以拿出来瓶的时候 对 当然这个里面还是有很多杂味啊 会有一些东西在里面 嗯 我觉得会更有意思一些 嗯 这是我现在觉得 可以有跟以前不同的 这种人际关系 甚至是亲密关系的一种体验 对 那他就像你说的 可能跟以前比以前要求更高了 呵 但我觉得这个高低 呃 并不是可比的 但至少我觉得丰富性上面来讲 是可以值得更加细腻的 就是更品的出来 而且更值得去品